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复习指数函数的图形 还有对数函数图形的基本的观念 指数函数就是a大于0 而且a不等于1 y等于a的x次方 它的定义域是任何时数 x带任何时数进去都可以产生一个y值 值域是y大于0 不管x带多少a的几次方都会是正的数字 在看图形之前我们先来练习一下 y等于2的x次方最简单的指数函数的图形 当x等于0的时候y等于1 当x等于1的时候y会等于2 当x等于2的时候y会等于4 就越往右边会暴增两倍 当x等于-1的时候y会是2分之1减一半 -2的时候呢4分之1再减一半 -3的时候就是8分之1 -4再减一半 16分之1继续减继续减续减 所以图形就会长成这样 是一个递增函数 越往右边越高越往左边越低 但是就算再低也不会穿过x轴 x轴我们会称为是它的渐进线 如果我们画一个底数是真分数的 比如说1分之1的图形 y等于1分之1x的图形 当x等于0的时候y也会等于1 当x等于1的时候y会减半 1分之2的时候再减半 3的时候再减半 反而是-的这边-1的时候变两倍2 -2的时候再变两倍4 就会发现2的x四方跟2分之1的x四方左右对称 所以这两种图形分别是一个是假分数的底 递增分数的底递减 来整理一下图形的性质 它们都横在x轴的上方 因为不管底是谁 a的x四方永远都是正的 而且避过01这个点 因为a的0四方等于1 而且以x轴为渐进线 有一端越来越靠近x轴 但是绝对不会碰到x轴 也不会穿越x轴 它们都有凹向上的性质 当a大于1的时候 表示底是一个假分数 越乘越大 它是一个递增函数 当a介于0到1之间 是增分数的底 越乘越小 所以是一个递减函数 而y等于a的x四方 跟y等于1分之1的x四方 刚刚也有用2还有1分之1当例子 它们会是对称y轴 y轴方式是x等于0 也可以这样思考 我们把y等于1分之1的 关号x四方 改写成y等于a的负x四方 这两个方程式 一个是x一个是负x 这两个图形会左右对称 来看对数函数的图形 先来看常用对数 y等于logx 定义是x大于0 因为帧数很正 所以整个图形都一定会是在 y轴的右侧 因为所有的x都要带正的 值域是所有的十数 而通过10 因为log1等于0 也通过11 log10等于1 它严格递增 越往右边越高 但是它上升的会越来越慢 我们可以这样想 从10到11 是走了9格 上升1格 但是下一个整数点呢 我要走到100 才会有2哦 我要向右边再走90 才能再上升1格 所以之后会越走越慢 越走越慢 但它还是一直不停的往上走 以y轴为渐进线 随着x值越来越小 它越来越靠近y轴 但是不会碰到y轴 然后凹向下 一般底数的对数函数 y等于log1为dx 我们可以透过换底公式 写成logx除以loga loga分之1提出来 把它假设成7 所以y等于log1为dx 就可以写成7倍的logx 就是常用对数的t倍 我们就可以透过 牵直伸缩或上下翻转 画出我们想要画的任何底的 对数图形 譬如说 我们想要画底是2的log图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logx除以log2 而log2分之1 约等于3.3 所以它可以把它视为logx常用对数的3.3倍 在图形上面先画出logx 在每一个点的高度 再放大约3.3倍 每一个点的高度放大约3.3倍 就算负的这边也要放大3.3倍 就是更负了 就可以画出 y等于log2为dx的图 但如果底是1分之1 我们也做换底的工作 logx除以log1分之1 而这个log1分之1是-1 所以就是负的logx 原来log的图形高度在上面 它就会跑到下面来 因为乘以-1 长度不用改变 原来在上面的就会在下面 原来在下面的就会在上面 连起来之后 就是y等于log以1分之1为底x的图形 因此一般底的对数图形 就可以写成长用对数的t倍 而这个t倍提供了牵直伸缩 上下翻转 所以它们永远都在歪轴的右侧 而且它们都通过10这个点 当a大于1的时候 loga会大于0 也就是t会是正的 图形的趋势会跟长用对数的趋势一样 但如果a介于0到1之间是个真分数 loga就会小于0 因此t会小于0 它就会做翻转 因此凹口就会改变 凹口向上 而且还会变成递减的图形 接下来我们把指数跟对数 换在同一个平面 会发现 它们会对称y等于x 因为它们上面会有一组一组的 互相对应关系 原因是因为如果指数图形上面有一个点ab y等于10的x四方上面有ab 表示b等于10的a四方 我们写成对数就会写成a等于logb 那表示 ba会在y等于logx上面 因此出现了一对一对的点 ab跟ba会对称y等于x 所以指数图形跟对数图形也会对称y等于x 这个45度的线 我们用指数的图形来复习平移跟对称 我们先把a的x四方图画完以后 再加上k随时向上平移k x换成x-h 表示我x要先放大h之后 再带到函数值里面去 所以四项又平移h单位 而当x变成-x的时候 表示对称y轴 当y变成-y的时候 表示我对称x轴 当x跟y两个互换的时候 表示我对称y等于x 这个x等于a的y次方 就是y等于log也为dx 而y等于a的x x上面的次方是有带绝对值的 表示我正的带进去跟负的带进去 我算出来的y的高度是一样的 带1跟带负1的时候 y高度一样 带2跟带负2的时候高度一样 带5跟带负5的时候高度一样 表示我本身的图形就对称y轴 同理在同一个x y正的跟y负的都有点 因此它本身的图形是对称x轴 举一个例子 以下三个图形 先画x带绝对值的这种图 我们讨论去绝对值 当x大于等于0的时候 直接去绝对值就是y等于2的x四方 就是这条黑线 当我x是小于0的时候 我去了绝对值 我x就要带负号 所以是y等于2的负x四方 就是这条局限 接下来讨论 在x大于等于0表示在右半平面 在右半平面有两个图 d真的黑色 d简的橘色 我们要取的是黑色的图形 但如果x是小于0的 表示左半平面 左半平面有两个图 橘色的跟黑色的 我们要取的是橘色的线 这个图形就是y等于2的 x带绝对值的图形 所以这个图本身是对称y轴的 接下来再画y带绝对值 同样的讨论去绝对值 当y大于等于0的时候 图是y等于2的x四方 但如果y是小于0的 去了绝对值 我们y这要带负号 我们一样把它画出来 y等于负的2x四方 接下来讨论 y大于等于0表示 上半平面我要取的是黑色的图 所以黑色全部都要取 小于0的时候是下半平面 我们要取的是橘色的图 所以全部都要取 因此图形就长成这样 这个不是函数 因为函数要一个x有一个y对应 但它现在上跟下都有 一个x有两个y 但这个图形本身对称x轴 我们再来画第三个图形 好多个负 我们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画 先画黑色的2的x四方 它提供给我的虚线 再画y等于2的负x四方 让x变成负号 再让y再变成负号 所以让x变负号就是对称y轴 所以我把黑色的线对称y轴 接下来再从这个橘色的图形 再让y变负号 所以就是对称x轴 我再让橘线对称x轴上下翻转 所以y等于负的2的负x四方的图形就长成这样 它跟我原始的2的x四方的图形是对称圆点的 范例2是对数的图形进行一些图形上的小变化 想要问你图形是下面哪一个 我们先来研究方程式 第一个x-2表示我是原来图向右平移两个单位 x加2是向左平移两个单位 但如果是logx已经做完再减2 就是表示是向下平移两个单位 而第四个有点特别是log100x 我们可以利用对数率写成log100加上logx log100是2所以是2加上logx 因此这个其实是logx向上平移两个单位 第五个呢底是100 那我们可以用换底公式写成logx除以log100 所以它是1分之1的logx 它没有做平移 它是做迁值伸缩1分之1倍 就是被压缩了1分之1倍 接下我们看楼下五个图形 我们互相比较一下 A的图形呢 它不是平移 它就是那个迁值伸缩1分之1倍的 每一个都缩小 负的也往x-0方向缩 正的也往x-0方向缩 所以第五题的图形是A B的图形呢是向下平移两个单位 为什么它不是左右平移呢 因为它渐进线没有改变 第三题是B C呢是向上平移两个单位 所以C是log100x D呢是向右平移两个单位 因为渐进线也会跟着改变 所以第一题是D 1呢是向左平移两个单位 所以第二个是1 翻第三呢也是log的图形 一样下面有五个图形 请做配对 先研究一下第一小题呢 是Y带负号 所以它会跟原来对数的图形 对称x轴 所以对称x轴就是钉 上下翻转了 第二个呢是x变负号 图形要对称y轴 所以呢就是丙的图形 同学不要被吓到 就帧数啊 的确在log里面的帧数 一定要正的 因此这个图形 y等于log括号负x 我的x一定要全部都是负的 我前面再带个负号 就会让它变成正的 这样子的log值就会成立 所以丙的这个图形 红色的图形 全部都在x轴的负像 第三个呢 x也带负的 y也带负的 那图形就会对称圆点 它是物的图形 第四个 表示x带正的 跟x带负的 算出来的y值坐标都一样 所以本身的图形会对称 y轴 所以是 1 第五个 是logx算完之后 带了绝对值 原来logx的x 是帧数 它就是正的了 那y值呢 因为带了绝对值 所以也正的 所以它会被锁在第一项线 图形就是假 然后 同学继续加油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